我們看到附近的國家都那麼慘 阿根廷這幾年也是走向維內瑞拉的那種慘況 那現在米雷這個拒絕於共產主義者往來 要把自由還給阿根廷的人 被一大堆左媒狂罵 最好笑的是說 要讓政府權力降低 把很多政府部門預算降低 降低中央對經濟的影響的人 卻被抹黑成獨裁者 這時候我們看一下台灣的左媒怎麼形容它 但首先我必須要說 小時候不讀書,長大當犯起飛 你也太瞎了 新聞硬邦邦田新聞最爽 我是節目主持人斯坦 歡迎各位收看 各位,今天我們來聊一下粉紅浪潮 與中南美洲崛起的左派怎麼害台灣的 那為什麼我今天要講這個主題呢? 這就是因為這次阿根廷有一個 逆轉粉紅浪潮的好消息 阿根廷的自由意志派總統候選人 米雷選上阿根廷總統 也可以說是世界上的 唯一自由意志派的領導人 那他的主張有包含哪一些呢? 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打擊通貨膨脹 廢愁中央銀行 支持持槍權 砍政府部門的預算 減幅力 降低於中國與巴西的往來 不跟共產主義者打交道 不僅僅會跟中國 不僅會跟中國 不僅會跟共產主義 然後他也是有一些保守主義的主張 比如說反墮胎 那關於他要降低政府各部門的支出 他就是直接拿著定據說 我們要改變 同時他也支持以色列 還無可 米雷經濟方面的政策 比較像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主張 像是小政府主義啊,減稅啊 開放外資金來啊 然後降低政府的規範 與政府對市場的干預 阿根廷人選擇了米雷 也是反映了整個區域裡面 反反洪浪潮的聲音 也別忘了阿根廷 他曾經是世界上最有錢的國家之一 被左派政府搞到通貨膨脹到150% 失業率飄高 大家都沒有錢賺 快到委內瑞拉那種崩潰的程度 右派的候選人 在他們的眼中 才是能解決阿根廷的經濟問題 其實這樣想也對嘛 畢竟你去搞社會主義 最後會變成大家一起窮 那共產主義就是大家一起慘 我剛剛提到粉紅浪潮 這是什麼東東呢? 大致上就是中南美洲向左轉的趨勢 中南美洲國家從80年代末開始 陸陸續續地選擇左派當領導人 而這些在中南美洲掌權的左派 他們不只是主張社會福利跟社會正義 他們站在反媒的一個立場 跟他們希望他們政府的權力最大化 就是走上那種維內瑞拉的路線 那現在的那個巴西極左的總統魯拉 他曾經也說過 維內瑞拉的馬杜羅是他的好同志 我們現在除了 建政獨裁者聯盟的行程 像是俄羅斯、中國、伊朗之外 也看到中南美洲國家走向極左的獨裁政權 陷入貧窮與失敗國家的狀態 而這些國家也會更容易受到中國與俄羅斯的影響 現在媒體幾乎沒有人在講聖保羅論壇 也是拉丁美洲跟加勒比海地區的左翼政黨跟組織的年會 而這個論壇形成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冷戰結束後 重新包裝社會主義 大家都還記得蘇聯的影響力 以及冷戰時期 一旦國家被陷入到社會主義的陷阱 人權怎麼樣崩塌 與人民的扶持歸零 但是因為社會主義者一直妄想掌權 與樓向大政府主義獨裁 政府分配欠、政府割韭菜 而人民當這個政府的努力 不同意的請舉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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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完全消滅任何的個人自由 因此中南美洲的左派 就成立了這個聖保羅論壇 討論國際上的合作與掌權策略 那當然 都是以反帝國主義跟反霸權為目的 實際上是自己想要成為霸權剝削別人 我們看一下這個論壇 現在有哪一些已經是在中南美洲掌權的政客 有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巴西、芝利、哥倫比亞、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國 然後不久以前跟台灣斷交的宏多拉斯跟尼加拉瓜 那還有墨西哥、巴拿馬跟聖盧西亞 而這些參加聖保羅論壇的國家目前面臨的是貪腐、經濟衰退 與犯罪率上升的問題 這些國家也代表著粉紅浪潮 極左政權的重新崛起 雖然粉紅浪潮有在部分的國家被阻擋 像是因為魯拉的貪腐、洗錢跟搞壞巴西的內政 2018年巴西就選擇了左派最討厭的波索納羅 但是2018年也是墨西哥與阿根廷淪陷的一年 尤其是阿根廷 因為2018到2023年對他們來說是經濟上最痛苦的 2021年秘魯也選了一個社會主義者當總統 而對台灣來說最災難型的喀什處在宏多拉斯也掌權了 而喀什處掌權之後 他直接在宏多拉斯的部分區域直接取消了憲法給予公民權 然後也開始打壓異議份子 然後這造成了宏多拉斯反貪腐委員會主席卡斯特拉納斯 必須要逃離宏多拉斯 因為被喀什處追殺 2022年哥倫比亞也選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游擊隊 可以直接說是恐怖份子 跟查韋斯就是維內瑞拉的好朋友 Gustavo Petro 中文就叫做 Gustavo Petro 左派執政在各國帶來的災難 曾經很繁榮的維內瑞拉 現在只能把錢當作一個裝飾品而已 人民買不起食物 街頭可以看到有人直接上貓狗來吃 跟在垃圾堆裡面找東西吃 那這個數字很關鍵 2018年維內瑞拉的通膨 他直接到了13萬趴 不是13趴啊 也不是130趴啊 是13萬趴 我相信很多台灣人應該看過 關於巴西的波索納羅的負面新聞 他也常被罵獨裁者 但是他是讓巴西跟美國回復友好關係 他也讓巴西的經濟回復正常成長 反而最貪腐跟最有獨裁傾向的是 現在重返執政的魯拉 2017年他因為涉貪腐與洗遷罪被審判 後來是因為罪告法院 因為技術上的問題放他出來嘛 但是犯罪證據還是非常充足的 同時魯拉在巴西也進行言論審查 針對獨立媒體的打壓 與中國還有俄羅斯加深往來 我們看到附近的國家都那麼慘 阿根廷這幾年也是走向維內瑞拉的那種慘況 那現在米雷這個拒絕於共產主義者往來 要把自由還給阿根廷的人 被一大堆左媒狂罵 最好笑的是說 要讓政府權力降低 把很多政府部門預算降低 降低中央對經濟的影響的人 卻被抹黑成獨裁者 這時候我們看一下台灣的左媒怎麼樣形容他 但首先我必須要說 小時候不讀書 長大當犯起飛 你也太瞎了 我們看一下他怎麼樣罵你了 跟中國切斷關係不實際 你現在說不跟中共做生意 那這麼大的市場誰來取代呢? 中國是最大的貿易夥伴之一 中國是阿根廷的第二大貿易夥伴 誰取代中國市場 還說讓中國不爽 中國會報復 看中國怎麼樣對付台灣 而且別忘了 如果惹到中國不爽 一定會受到中國報復 看看我們的鳳梨石斑 跟澳洲的酒就知道 但以阿根廷目前的經濟情況 經不起波動 跟美國往來完全不符合阿根廷的外交政策 第三 現在美中競爭激烈 阿根廷不跟中國打交道 就得向美國靠攏 這明顯不符合阿根廷過去十年來的 等具外交策略 阿根廷人喪失了理智 阿根廷選民也太瞎了 集體喪失理智了嗎? 米雷是瘋子 米雷這樣的瘋子 說人家是極權傾向的狂人 這個我覺得真的是有點好笑 可是選出來的人 常常是些有極權傾向的狂人 不符合左派價值 都是會直接被抹黑成是瘋子 獨裁者 民主的危險 米雷也是經過民主程序選出來的人 反而要破壞民主的是那些極左的政權 現在美國左傾的問題 也是讓美國經濟弱化 國經影響力降低 然後也讓美國社會變得更加的分裂 反而范起飛阿 他除了翻譯左派媒體更舔拜登的腿毛之外 I got hairy legs that turn blonde in the sun 好像什麼都不會 還有何來的跟中國切斷關係不實際 你不要陷入圖共的債務陷阱就叫做不實際嗎 還有唱衰阿根廷會經濟不好嗎 但這樣選經濟通常是救不起來啦 改善經濟體質就是需要時間 而且現在都是國際貿易 要不是你自己改一改就可以解決 你到底是台灣人還是中共宣傳機器 講實在話米雷不願意跟共產主義者往來 這是對台灣來說是一個好機會嘛 右派總統他想要做什麼嘛 他想要有很大的改變嘛 那這個事情是台灣的機會嘛 川普時期他也把很多的交流限制直接拿掉了嘛 然後這時候要把我集會 現在阿根廷最需要的就是資金嘛 右派總統主張開放兼稅 對他上來說是一個很理想的對象 國家開放規範變得更寬鬆 而阿根廷人平均的教育水準也是非常高的 但卻在台灣會有這種的 只在乎他的自以為是的價值 還有逼阿根廷人繼續跟中國往來 我真的很好奇 這種人的腦袋到底在裝什麼東西啊 那同時我也希望台灣 台灣不要被像范其斐這種人被騙了 阿根廷是一個機會 也希望政府可以把握機會 先跟米雷團隊盡力巧合 搞不好台灣就可以賺到一個很好的盟友 范其斐這樣也只是再次顯示他的不專業 與對觀眾的不負責 不過跟其他的作品也差不多 意識形態帶一切 非常感謝各位的觀看 如果喜歡這種內容的影片 請按讚訂閱跟留言 想贊助的話在這裡 跟影片下面會有Patreon跟音源科技 這兩個完整的連結 我是斯坦 下次見 拜拜啦 你太瞎了